在會議開始前 由美貫樂器製造廠吳家俊老師 為市長以及漁會長官演奏一曲 歡迎吳老師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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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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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生日快樂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所以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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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那 李宗盛 让 让后里来结合 李宗盛 大家早安 那 李宗盛 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 我们希望说 是整天的 是整天的 包括白天晚上 那 灯位大部分在晚上 那怎么让他们白天就进来 再后里观光 然后呢 晚上看灯会 那这些人呢 能受 接受很好的交通规划 让我们老李 家子不太差 因为我们老李的路都两山都 山峰路 四线道以外 其他都是两线道 所以呢 一天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好 拜托我们这边 好 事务这边好好规划 感谢大家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圣诞假日 谢谢 专案报告 第一个专题名称为 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 分别请官吕局林局长 新闻局黄局长 以及后里区赖区长报告 市长 副市长 秘书长 三位副秘书长 还有我们后里区的赖区长 还有我们陈本天议员 张静芬议员 王朝坤议员 陈青龙议员的服务团队 各位现场的里长们 各位乡亲朋友 各位媒体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我想代表我们2020台湾灯会的灯会办公室 以及观光旅游局 来向大家进行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的专案报告 那这个专案报告会分成几个部分 关于展区规划以及表演的部分 由我来跟大家简报 那另外关于宣传行销 由新闻局来跟大家简报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后里亮起来 这个部分由后里的区公所 来跟大家进行简报 好 那么首先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台湾灯会璀璨台中的侧展主轴 首先我们看一下展区的坐落 以及展区的规划 那个我们在主展区以及副展区 是位于不同的位置 主展区呢是坐落于北台中 占地大概是35公顷 展区是16天 副展区位于市中心 占地约8.8公顷 展区是65天 那在12月21号展区已经开始了 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出当中 那目前看到策展主轴 以及展区的规划的部分呢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陆陆续续 在媒体报道上面都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主轴是璀璨台中 也就是说呢 以千姿百态辉煌秀丽的状况呢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整个璀璨台中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将带给大家不只是一场灯会 而是一场博览会等级这样精彩的一个台湾灯会 三大主题策展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 在我们厚礼园花博园区 我相信厚礼各位乡亲朋友以及里长们 大家是再熟悉也不过了 我们在森林园区的部分呢 规划它的主轴是森林秘境 利用我们森林园区原本就有的这些老树来进行布展 那么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展示手法呢 我们会以艺术装置光影的装置 还有跟这个许多的城市 不管是国际城市也好 或是友好城市也好 国内的城市也好 我们会以城市交流的方式 在这边做精彩的展演 那策划的理念呢 是环境永续 以倡议社区与环境 共存的礼山大地 来象征多元族群的融合 那么在厚礼一样是马场园区的部分呢 我们会以科技智慧传统融合传统与创新 这样子的一个策展的主轴 融合花灯的工艺以及机械的动态 也就是说呢 这些灯不是静态的 它甚至是动态的 会动的 所以非常的值得期待 那么另外呢 在画物馆的部分有数位投影 等一下后面可以看到 此外呢 我们文化局非常用心 有准备这个特技表演 一些等一下在后面有一些比较详细的部分 所以呢 台湾灯会的民俗文化跟传统国际化 以传统花灯结合 这些创新的理念 也会在后里马场园区能够看得到 那么另外刚刚提到的 文心森林公园 现在正在展出的我们的复展区 是同趣乐园 那么许多的大型花灯 超过了50组以上 在现场展出 带给许多小朋友大朋友呢 非常多的这个欢乐同趣 在这个现场的部分呢也有许多的多元展演 包含会下雪 会飘香味 这个部分呢都是在同趣乐园 非常受到小朋友欢迎了 此外呢在圆满户外剧场上呢 我们每到周末假日 以及重大的假日 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那么前几天呢 其实也都有看到小朋友在现场玩得非常的开心 好 那在竹展区的规划的部分呢 这个场地的部分 我就仔细的简单的 这个不赘述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森林秘境的部分 在森林园区呢 大家可以看到森林秘境 其实整个呈现的画面呢 真的就是把这个我们装置艺术 跟环境融合在一起 这个把全球发烧的一体 也就是环境永续 来做这个在地视角的出发 那么呈现出来就是我们台中市 身为一个国际型的大都会 应该呈现出来的高度 森林秘境呢 刚刚提过了 以社区与环境共存的礼山大地 最为核心 融入了生态永续艺术美学 所以在这个森林秘境里面呢 大家可以发现很多的灯光艺术装置 是非常非常美轮美奂的 那么也唤起大家对于自然环境的重视 也展现我们台中市政府 对于环境保护的努力 那么刚刚提到了 在森林秘境的部分呢 我们会以李山和乐灯区 作为一个核心 那李山和乐灯区呢 是由我们农业局来负责的 李山和乐灯区呢 在漫步春夏秋冬之间呢 望见深川离海 非常的浪漫 那我想呢农业局非常用心哦 在里面结合了许多这个农特产品来策展 这个部分呢 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那么大家接下来看到 喜气洋洋的新喜同欢灯区 这个是由我们明镇局来主政 那大家可以看到 名字也取得非常的好听 荣衣梦想的翅膀 心心相应 花好月圆 非你莫属 那大家光看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融合了我们越南 印尼 泰国 菲律宾 这些新著名的婚嫁礼俗 以及各国的国花 来营造出来 非常融洽的一个喜庆氛围 那么明镇局这里呢 也邀请了新著名的艺术家 在这里这个进行参与制作 进行创作 所以这些灯组呢 非常具有新著名的特色 也是许多新著名会来一起参与的部分 因为我们台湾有许多的新著名 是我们的一份子 那么接下来看到好神宗教灯区呢 也是一样是由明镇局主政的 好神宗教灯区呢 在往年 这样宗教的灯区 其实是很多民众 非看不可的一区 所以明镇局也是责任重大 好神宗教灯区 大家可以看到 结合了天主教 基督教 还有我们传统的佛教 以及我们很受欢迎的 这个妈祖灯区的天坛 那入口异象的部分呢 是一个村子 非常的喜气 所以在好神宗教灯区呢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一起 跟着好神 游台中 结合游城 他白天就可以来看 晚上也可以来看 所以把这个台中的 这个众神的风采 呈现在这个灯区里面 那么接下来呢 是由运动局负责的军事灯区 这个军事灯区呢 将会是我们明年台湾灯会的一个 相当重要的重点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有一块灯区的这个土地 是跟我们陆军事军团586旅来借用的 所以呢 我们有当时跟他们洽谈的时候 就希望来协助他们进行全民国防教育 在军事灯区呢 其实我们也跟这个陆军地时军团指挥部 以及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 共同来邀请他们参与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M41低战车 还有M42防空炮车 还有腾云无人机 都会在现场做展示 相当相当的特别 那同时呢 也会有军事装备品变身 相当受欢迎的变形金刚 那灯医师呢 借由灯光跟动态来设计 打造陆海空三军异象的特色花灯 所以军事灯区呢 想大而之后呢 会受到许许多多民众的瞩目 那我想呢 这个国军官兵呢 他还透过各式的军事模拟 不管是射箭模拟枪等等 互动式游戏哦 营造这个军民同欢的氛围 那在军事灯区呢 在之后将会是一个重点的灯区 所以运动局也非常的用心哦 在这部分呢 持续的跟军方来进行沟通哦 带给民众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首次在台湾灯会出现的军事灯区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到 璀璨29花灯车灯区 这个璀璨29花灯车的灯区呢 是由民政局来主政 那么前几天在10月21号 我们复展区这个开灯的时候呢 这29台花灯车已经率先亮相了 那也在这个文心路上 引起许许多多民众的这个驻足欣赏 惊叹不已 这个29个行政区呢 每一台花灯车一区一特色 例如说右上角这个猫头鹰哦 就是太平 那我们左上角的穿山甲呢 当然就是我们南屯 所以每一个区有不同的特色 这个29区的花灯车 到时候也会在我们这个灯区里面展示 那带给许多的民众无限的欢乐哦 因为它结合了我们29区的历史 农产特色 以及科技创新的元素在里面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充满异国风情的国际友谊灯区 国际友谊灯区呢 这个是我们秘书处主政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哦 无论是这个日本山口 七夕浪漫的红灯笼 或者是我们有点熟悉的 这个青森睡魔花灯 这个充满了东营祭典文化风格 那另外呢 还有左下角 这个是贝里斯 这个是不好意思 右下角是贝里斯的大蓝洞 左下角呢 是圣克里斯多福 这个他们的这个 伯克利纪念钟 其实每一个灯都代表了 该国家的特色 那其实秘书处也非常的用心哦 不断的进行邀请 所以包含了这个 苗曲山口 还有刚刚提到的贝里斯 以及圣克里斯多福 都会进行 展灯的部分 那这些展灯呢 我想在这个国际友谊灯区 也呃呈呈呈呈呈员味的国际风采 在这个部分 可以说是中南美洲的友邦 来热情的参与哦 那有许多的舞蹈 例如说日本 青森的部分 他们就会有传统的舞蹈 所以民众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能够体会到 我们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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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展现了团队精神 他们竞赛的部分 分为亲子组、国中组、高中职 大专以及社会组 还有机关团体共五组 据我所知 现在报名应该是600多个队伍 相当相当踊跃 各组就以鼠年的生肖 或者是我们台中灯会相关主题的特色 来进行创作 竞赛的奖 其实灯王奖录取五组 每组奖金五万元 所以很吸引人 那总奖金高达295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师生利用暑假的时间 就在创作这些灯组了 那我们教育局同仁也非常用心 非常辛苦的 在筹备这样子的一个花灯竞赛 所以到时候在这一区 会充满许多传统风采的灯组 会在这边做展现 好市共荣灯区 是史上最多国内县市参与的灯区 包含了桃园、新竹、云林、台南、高雄 宜兰、花莲、台东、金门等等的城市 齐聚在台中 那我们台中释花是山樱花 那其他的县市呢 他们当然也会有自己的释花 会共同的来组成入口的意象 来挺这个我们整个的好市共荣灯区 好释花生 对不对 那宝岛最美的九道光就齐聚在这里 好那么接下来看到的是 也是灯会亮点之一 森林秘境的展演活动 其实森林秘境这里呢 有许多不同的展演 包含了主舞台的表演 这个是文化局负责的 还有宗教多元的文化表演 以及新著名多元文化表演 这个是由我明镇局负责的 那另外还有无人机流星雨 展现台中节庆特色各式的图案 无人机流星雨 其实从今年在屏东灯会展出的时候 就大受民众欢迎 所以现在呢 几乎是已经是灯会 或大型活动的标准配备了 那无人机展演呢 这个是由观光旅游局的风景管理所负责的 在开幕跟闭幕的时候呢 会有800台的无人机 在我们厚重高中的上方进行展演 那平日的部分呢 有500台的无人机进行动态的演出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哦 其实森林秘境的展演活动 已经相当丰富相当精彩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 许多人非常期待的 也就是我们漫游客家庄灯区 这个是由我们客委会 非常用心筹备的 充满了客家的特色 里面有手染艺术家何家喻 来挑战5.5公尺大型蓝染的艺术创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他们灯区里面的主灯叫做守护客家 非常美的一只手哦 那另外还有艺术家杨海倩 来创立立体的勾织法 来创作新设的起立花都 还有竹艺师许发城 用竹艺结合灯光来展现原客创作 所以呢 在漫游客家庄的灯区呢 这个760公尺长的步道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美丽 充满艺术气息的这样的灯组哦 漫游客家庄呢 之前呃在媒体报导上 大家也都惊呼不已 非常美丽的造型哦 是我们客委会用心筹备的 好 那么森林秘境看完了哦 接下来我们来到呃这个 马场园区主题呢 是异想世界 那异想世界哦 呃要导入的是传统的花灯工艺 以及现代的视觉与会 也就是越在地就能越国际 那马场因为它拥有百年 马场的古迹哦 所以呢 我们这个步灯的时候呢 策展的规划是尽量 不破坏现地为原则 以现地现有的形态 去进行策展 那首先看到的是 原意交响灯区 这个是由我们原民会来策展的哦 那呃 所谓的这个原相传承 呃 乐舞之美 就是说呢 这个灯区将会 呃 跨族群哦 邀请知名的原住民音乐家 来谱写原民的乐曲哦 作为原意交响灯区的主题曲 那也有这个首创的 互动的音乐 音乐墙主灯 这音乐墙主灯 因为原民的这个族群非常多哦 那利用这样子创作音乐墙的主灯 来告诉大家 每一个不同的原住民的族群 他们的音乐哦 代表他们的文化 大家呢 民众就可以来这边呃 轻松的去体会哦 各式各样原住民的文化 那同时呢 在这个灯区也会提供 文面的贴纸或彩绘哦 民众可以来体验看看 接下来呢 是由我们新闻局负责的这个环台中光影灯区 这个环台中光影灯区呢 是台湾灯会首创的 九米高的 无边界沉浸式投影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哦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迷人 走进去的时候呢 可能会感觉置身在世外桃源哦 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 那这个灯区呢 其实也是白天就可以来赏灯的一个灯区 因为它是室内的 也就是利用我们花舞馆的一个室内空间 去做非常漂亮 这个融合了视觉听觉嗅觉多感体验 哦 这一种互动体验 也可以及时捕捉民众的剪影 所以不管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哦 或是什么样年龄层的民众在这里 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乐趣 接下来看到的是让世界看见台中 由我们金发局来用心筹备的哦 集结了在地力量 也就是各是各个不同的这个企业哦 赞助企业在这个灯区里面哦 做各式各样的灯组 那大家可以看到入口意向 QuidGate 它就是展现了我们台中 这个生生不息 源源不绝的能量 那另外呢 其他的灯组就是由我们 产业战胜灯区里面呢 就是有赞助的这些企业在里面哦 像风新钢铁 它就有打造了这个智慧机器人哦 那四大批发市场 就有这个很丰富的农渔业的灯组 所以呢 各个灯组在产业战胜灯区 透过金发局用心的规划 也有非常精彩的展出 那么友好城市灯区呢 当然是由我们文化局哦 张大春局长非常用心的邀请之下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哦 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 包含了许多的这个友好城市来到台中 我稍微念一下 上海 江苏 厦门 福州 泉州 这些城市哦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 他们的灯组非常非常的华丽 所以呢 在友好城市灯区呢 开创了文化 交流 共融 这样子的一个在灯区得以实现 所以呢 有一些传统的花灯艺术以及文化 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灯区呢也是会非常受到民众欢迎的 接下来看到的是异想世界里面哦 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区哦 就是有这个动态花灯定时启动的动物狂欢嘉年华灯区 那他是在这个后里马场里面哦 那大家可以看到动物狂欢嘉年华 其实这些动物造型比较不是传统的动物哦 他是融合了一些比较像是嘉年华形式的 比较齐立 华丽这样的一个风格 那有台中首座的这个动物园这样子的一个 灯区的称呼 那白天可以看动物 晚上可以赏花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这只恐龙高达15米 哦 那这个 呃 许多的这个花灯都会动 十二大的主题展区 总共有一百六十六组的花灯八十六种的动物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呢 我想很多的呃 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到这里来哦 去看这个会动的灯哦 会动的恐龙会动的章鱼 以及这个恐龙蛋打开哦 小恐龙从里面冒出来哦 所以各位相信这个这个灯区是蛮特别有动态的灯组 那么接下来看到异想世界的展演活动的部分呢 也是由我们文化局哦 非常用心的筹备 在后里马场里面呢 有高空特技展演璀璨盛夜 这个是非看不可的 怎么说呢 这个是全球唯一台湾首演台中限定 我们张上春局长这边 特别邀请到英国珍宝马戏团哦 攜手台湾这个团队来共同演出 那以人为本 所以没有动物啊 没有动物 表演都是人哦 所以这个高空特技展演的部分呢 现在也是如火如荼的在筹备当中 团队非常的重视 那么在地方采风舞台的部分呢 天天都有在地的演艺团队 因为呢 我们市府非常重视的就是要结合在地的力量 所以在地的团队当然会被邀请演出 那左下角比较特殊的呢 就是宝岛炫光巡逻队哦 大家可以看到动物摩天轮哦 环保垃圾车哦蝴蝶真奶车 以及羊来了草莓车这些造型非常特殊的 它是移动式的旋逻队 会在灯区里面呢 呃移动那带给民众无限的这个惊喜 那么右下呢也就是刚刚提到了 圆明灯区这边会有原住民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表演哦 以这个原住民作为一个部落客厅舞台展演的方式 来展现圆艺之美 那么呃刚刚以上呢 是森林秘境异想世界主展区的规划 那副展区呢 现在已经在展出当中 也稍微跟大家简报一下 刚刚提到文心森林公园是同趣乐园的这个策展主题哦 那么呃最希望呢就是营造一个亲子欢乐移居台中的一个灯区的一个意向哦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几天呢呃 呃我们包含在筹备期当中哦 许多民众就已经迫不及待到现场去拍照 其实白天也可以赏灯哦 白天赏灯别有一番风味 晚上也可以赏灯 长达六十五天的时间呢 其实经历了这个五大节庆 所以呢我们打造的是一个都市内的乐园 那文心森林公园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啦 有四个入口 所以在动线的部分我们也呃非常的流畅 那同趣乐园的部分呢 其实分成几个灯区哦 兵分世界里面有热带水果鸟 生肖油园地 里面有十二生肖 热带丛林里面有河马 袋鼠大象 狐蒙邓灵等等 那国际明星会灯区是最受欢迎的哦 里面有这个猫熊 还有狮子 老虎 袋鼠 还有这个海豚 金鱼等等 那节庆嘉年华灯区呢 也是民众哦 到了我们复展区就非去不可的 因为里面呢 有雪人的光雕 然后有圣诞树光之森林哦 旁边有只麋鹿 所以像今天的话呢 我想晚上就会有许多的民众来到我们的光之森林 来拍照打卡哦 因为今天刚好是圣诞夜 那在这个下雪的部分呢 其实从12月21号到1月1号的时间呢 我们从6点半到晚上的9点满每半个小时就会下一次雪 那在这个光之森林呢 许多的民众哦 非常喜欢这个飘雪 都会到现场去做等候 那同类舞台呢 展演活动也非常的精彩哦 其实从12月21号到2月23号 我们安排了非常精彩的各式的表演 在假日在假日给大家带来一些 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族群都会喜欢的表演 不管是乐团或是小丑 或是这个又有这个水果家族哦 都会让小朋友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非常尽兴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想今天有几位受薪的加持 那今天刚好是圣诞节哦 在这里简报呢 其实气氛真的是蛮轻松的哦 非常感谢大家呢 聆听我们2020台湾灯会的这个专案报告 那在此也祝福大家 圣诞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好 各位长官 各位议员的朋友 各位首长 还有我们后里的所有的伙伴 里长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新闻局黄国伟 那首先先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接下来是由圣诞老公公来跟大家报告 好 接下来我马上来先介绍一下宣传行销组的事情 那首先呢先跟各位来报告 因为台湾灯会是我们整个台中的盛事 等于是我们全府的一个活动 所以包含呢不只是新闻局了 包含像是我们各个局处已经是全员动起来了 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局 在所有台中的重要的交通节点呢 都已经张灯结彩了 把重要的这些海报啊 或者是输出啊都已经挂出来 让各个所有的市民朋友看到 又包含像是我们建设局 或都发局的同仁啊 在重要的城市风景上 甚至包含像是我们的这个惠中路啊 台湾大道啊 中明南路上面重要的这些桥梁 或者是这些 这个很多的道路上面呢 都已经有些张灯结彩 透过这些光影的流动设计 找很多的建筑师来 一起来布置这个城市 让很多的民众啊 经过这些装置艺术的同时 看到这个城市亮起来了 它的心也跟着亮起来了 也是我们台湾灯会的一个目的 当然包含我们的教育局 在很多的这个学校 外面哦 布置了很多的海报 或者是有包含这个跑马的部分 还有包含民政局哦 在我们所有的宗 这个这个 这个 庙的系统哦 也很多的跑马我们都看到了 所以看到很多的同仁 都已经全员动起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在这些所有的市府 同仁动起来之外呢 我们又做了哪一些努力哦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露出成果的部分 也就是台湾灯会 从要开始介绍的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 因为现在大家觉得 我这边先跟大家请问一下 大家看电视的时间 比看手机的时间 长的人请举手 没耶 大家看手机的时间 比看电视的时间 长的人请举手 哦 大家耶 你看看啦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 现在是个决战七寸的世界 什么叫决战七寸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手机啦 手机现在大概就是六寸到七寸 所以所有的宣传行销 都在决战七寸 要怎么样把这些讯息 推播到你的手机上 让你可以随时一目了然 看到 认知 然后记忆下来 就是很多的宣传的人员 正在努力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的宣传行销 在网路的部分 特别的努力 所以我们在 我们透过我们很多的 这个市府的宣传管道 当然后面还找了很多的网红 在市府的宣传管道 包含我们的市长的脸书 我们样台中的脸书等等 还有我们其他局处的脸书 我们po出了很多 关于台湾灯会 副展区跟主展区的交通 还有我们灯会的相关的讯息 包含Facebook 按赞数累积起来 已经超过了七万次 那么YouTube呢 我们也拍了不少的影片 累积起来观看数 也超过了25万次 FB上的影片呢 在后台上我们统计起来 观看的数目 也超过65万次 好 接下来当然好要更好 热还要更热 在决战七寸以外 家里大电视上 我们也是要让很多的 新闻曝光露出 因为每一个管道 我们都要兼顾 所以在平面新闻 我们截至目前为止 统计出来有72则了 网路新闻超过700则 电视新闻也有超过53则 我们希望每一个管道 我们都要兼顾 都要做 好 那当然在 重要的户外节点的这些 包含我们有桃园机场啦 高铁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南港 板桥新北市站 还有台中站 我们都做了 那台铁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台北 这个台北台北站 然后还有苗栗站 还有公车在台北跟台中 还有其他城市的 公车的外面的车体的广告 还有包含捷运 建物外的这些广告 我们总进行超过630面 当然接下来还会继续再增加 因为我们是在复展区12月21号才先亮灯嘛 那主展区的部分是在2月8号 所以我们要先保留一点点站立 保留一点点火力 在主展区之前 我们还要再进行比较强势的一波宣传 好 前面前景短生我们做哪些事情呢 包含像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社会局的同仁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他们这个做招募志工 短短两个月时间有超过5500名的志工 都已经加入了 我们社会局的同仁站立真的非常坚强 除了有透过一点新闻局的宣传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可以看到社会局的同仁已经全员动起来 在宣传整个台湾灯会的部分 当然这边有5500名志工 每一个人都跟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讲一下 讲三个就好了 就超过15000人会知道台湾灯会在台中了 所以口碑行销或这种病毒式行销的这种 这个速度或者它的效果也是无远佛界的 那另外也可以透过这件事情看到 我们台中真是人情味很浓厚的一个城市 很多人都是挤破头来当志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在前景暖身 我们在中区台中公园的部分也做了一个暖身的活动 我们本来预计总共在11天的活动里面要发放700个灯笼 结果没想到第一天就全部发送完毕了 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带着小朋友都很踊跃 每一个都坐在草地上面来画灯笼 那布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灯笼墙 全部是市民朋友共同的创作 后来我们再加码到3000个也都全部发送完毕了 好 另外是我们还这个找了一个金曲奖 也是我们这个台中在地的人 叫做椅子乐团 他们来帮我们写了一首主题曲 叫做今夜的种种可能 歌词里面就提到了什么 提到了珍珠奶茶 提到了我们很多台中的元素 它里面呢在旋律的部分还用了什么 用的就是我们后里的萨克斯风 所以它从歌词到旋律 整个音符 整个歌曲呢 可以说是全部都是我们浓浓的台中在地位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主题曲 让所有外地朋友来到台中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我们台中的人情味 跟我们台中的活泼感 或跟我们台中的在地的这种感觉 以及感受到我们台湾灯会的一些 这个欢快或者是欢乐的一些元素 好 接下来灯会马上就要在2月8号的 对不起 接下来这个灯会 我们在副展区的时候已经开幕了 那主展区在2月8号开幕 那接下来在后里区的部分 我们会特别针对什么呢 当然后里区特别要讲到的就是交通啦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找了 至少有百万粉丝族群以上的网红 要跟我们一起来行销后里 所以我们看到左一哦 左边上面那是一个正妹哦 叫艾瑞斯哦 他的FB加这个YouTube等等哦 整个家总还有IG 家总起来是有超过一百万粉丝的 左下角呢 我们看到一个戴帽子的那个少年呢 他叫做艾库啦 艾库啊 他是一个日本人 他找了一个外国人来 所以我们透过了外国人的网红 跟我们本土的网红呢 来双重的来做一些行销 那左下角的这个网红呢 他做的就是后里区 他特别从台北搭高铁下来 透过实际来走一遍的这种方式 把整个过程拍下来 让所有的观看者 透过这个影片就知道 我要怎么到后里的主展区去 那另外呢 上面那个正妹呢 他就也是自己直接从这个台北下来 那一样是自己走一遍 走到复展区去 马上透过实际的方式 交通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 我要怎么去看复展区 怎么去看主展区 所以这样的交通方式非常的清楚 如果还不够清楚 没有关系 在右边这个影片的里面呢 他们都有做一些图卡 方便所有的观看者 可以了解 我们要怎么安排 去到文心森林公园 要怎么样去到后里花博园区 好 另外你看到这个老外没有 他是从南部上来的 所以我们不只是从北部上来的 我们还有从南部 对不起 不只是从北部下来的 我们还有从南部上来的 所以这样子我们所有的路线 我们就都齐了 中间这个部分呢 是动画 我们是有邀请了市长 帮我们配音 我们有制作了动画 来告诉所有的市民朋友 还有其他外地县市的朋友 要怎么来看我们的这个灯会 那这个动画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中 预计在1月的时候会强势推出 好 另外还有包含我们灯区的亮点 刚刚小齐区长讲的非常清楚 针对我们所有的展区的部分 这14个灯区的这个亮点介绍都已经讲完了 所以我这边不再赘述太多 接下来我们会透过这种名人带你逛灯会的方式 刚刚有讲到了决战七寸的世界 所以我们还是有继续找了很多的网红 因为除了电视新闻 网路新闻跟这个平面的新闻 这些我们都不用多说 广播新闻就是必定本来就是既定会做的之外 我们在网路上要怎么样透过不同的网红 达到了这种交叉的这种宣传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浩浩 浩浩它是有119万粉丝的一个网红 那它的族群里面大部分来讲都是年轻人 右边是吴凤是一个老外 是长期旅居在台湾的一个老外 另外我们还找了一个亲子族群 亲子族群的网红 基本上它的观看者大部分也都是爸爸妈妈了 所以我们透过不同的网红形式 可以接触到不同的TA 那在这不同的TA之争就会产生了一些效果 另外包含像是主题之夜 比如说如果我们运动局的同仁 他邀请了一些运动选手 我们今天晚上是运动选手之夜 如果一个运动选手他的粉丝专业 或是他的这个脸书好了 或者他的IG有个1000人 或者是800人好了 我们邀请50个人来 就有5万个人会看到这件事情 那当然而且看到 大部分都是喜欢这个运动的 或者喜欢这个运动选手的 所以他的TA轮廓 他的属性又非常明确 所以接下来我们透过这样的 名人带你逛灯会 亮点的影片 主题之夜 包含还有幕后故事 什么样的幕后故事呢 我们有很多的智灯师 我们有智工 或者是我们中间 又可以找行不同的故事 透过这种温馨的方式 可以来加强我们台湾灯会 很多的一些创意跟发想 好 以上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先简单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如果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再来找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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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我们的年轻局长 把这个顺带带起来 所以我要配合一下 不好意思 感谢市长跟我们副市长 还有我们秘书长 副秘书长 还有我们市府的首长 还有我们的议员的服务处主任 还有我们的里长 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很感谢我们市长的团队到后里 让后里这个小地方 同僻僻僻僻僻 感谢 那接下来由我来介绍我们 这个2020登会 这个折业 制作折业的 来宣传 那这折业可能会包含我们这个 太紧张了 就是我们把观光经典 地方美食 还有这个后里资讯 还有这个好康的大放送资讯 交通指引 消费集长 这个把它集结 我们会 这个透过 那个 我们的 移工代证 的这个 那个 志工 来 发送 这个 折业 甚至可以到我们百家民店 的店家 去索取 那第二部分是百家增宴 消费送汽车 这个活动 那 我们会集结 我们地方的小吃 那个 再来是 文创 产业 观光工厂 还有特色 集结成一百家 那 新成这个百家增宴 那我们 只要到店家消费 超过三百块 我们就可以 这个送消费集长 可以摸彩 来消费送厚礼 那这个厚礼 大礼 就是 一部汽车 那第三部分是厚礼大排档 你点餐 你点餐我送打 这个地点 会在我们公所后面的厚礼 正安公公广场 那我们会把 我们厚礼的地方小品 那 知名餐厅 人气美食 这个集结在这边 你 这个游客只要在这个餐区 你只要点餐 你想 想吃什么 或你的吃什么特色 只要点餐 我们会透过 这个 机动车队 去取餐 来到现场 让这个游客 可以同时 不用 跑各店家 就可以马上 在餐区里面享用 那我们当然会配合 这个庙口秀 来让游客 有吃有玩 那面口秀的部分 就是会用 利用这个架子的迟段 从早上十一点到下午六 这个四点 来来规范 有 配合 花式调酒 咖啡DIY 花育插花体验 还是文创DIY 来做一些 那个特色的体验 那甚至可以听 萨克斯丰还有 十八里的这个 美里的各特色的展演 那另外一个活动是 后里巡旗 十八景 这是为了让我们游客 更了解我们 后里的 各里的巷弄文化 所以我们会请十八里 在各区 各里里面 挑选一个精彩角落 那布置亮点 来供游客拍照 那你只要有 拍照到六个景点 你也可以 索取这个摩彩券 那来参加抽奖 参加有这送大礼的活动 那个 第六部分是 百合花的夜光囊道 那我们知道 后里的百合花是 我们的全国之冠 那为了展现这个特色 我们会在后里的梅山路 也就是我们 这个接驳车 发车点的地方 来设置百米厂的 那个百合花造型灯囊 那我们也会用 机车 这个机动车队 来引导游客停车 尽量不要让它到市区 可以在这个地方 来上百合花灯囊 形成一个 我们主灯区外的一个亮点 那我们也会在 最后一个 一天 就是二月二十三 在百合花廊道的附近 梅山路 来规划 这个花育飘香千人宴 就是把我们后里 各家餐厅的特色 餐点 来集结 做成花育料理 那 来供我们开放民众订桌 这可以一次 把后里的各家的美食 这个集满 吃满吃好 好 那 第八 项目就是热火专车 后里通 因为这个部分 是要做中巴的接駁 中巴的接駁 我们 让下交流道的 车辆 尽量不要往东边 就是 来来集结 因为这样会塞车 那我们都尽量把它引导 到我们的南側 或西側 这个部分 我们 会安排我们机动车 车队 来 载 这个 驾驶 让游客 可以 轻松透过这波车 来 绕 绕后里街 甚至到达 我们的 这个登区 那我们这个每一个 车上 我们都会安排 我们导覽人员 就是以共戴政的人员 来介绍后里的各景点 那 让 所有的游客 能在后里热火 后里通 所以 这个 是我们今天 后里的 后里当主人 这个 活动部分的报告 请市长 各位长官指教 谢谢 接着 第二个专题名称为 后里区公所区务简报 请后里去赖区长报告 市长 各位长官不好意思 继续 简报 那我们后里的简报 有分五大的主题 那第一部分是我们后里区的简介 那我们后里区有18个里 263个里 那我们的面积是58.94平方公里 那人口数是五万四千六百七十二人 这是到十一月底 那我们的人口数 都是一直在这边徘徊 有征有检 不过就是不会超过五万五千人 那我们的 以前是后里市的 农业的一个大政 现在 中科进驻以后 变成工商病重的一个局块 那 这个后里 它之前的名称就是内补乡 这因为跟屏东县内部相同名 不过我们的设立 设政比屏东还晚 所以我们就改成后里 那 我们的区块 位于在大甲溪跟大安溪溪之间 这个土壤气候条件 很适合各种农作 所以我们的百合 是全省有名 因为后里有百合 所以2018的发布的展现 那 除了百合以外 其他洪农国 其他国类 马铃薯 都是我们后里很重要的 这个经济作物 那我们大家知道 刚刚早上有 透过美观乐器 吴老师的演奏 后里去一次 我们萨克斯丰的重症 这个 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有培养出很多 这个乐器的优秀人才 那更 更感谢我们市长 跟杨副市长的关爱 这个2020 台湾灯会的主场地 也是在后里 感谢市长 这个刚刚有介绍过 那后里 基本上它的周边 是北边是 跟苗栗三亿 为这 再来东边是东市 南边是风炎跟神刚 再来西边是外埔 那后里基本上是一个台地 它最高有五百公尺 一般最低 大概一百二十公尺左右 那整个平均高度 差不多三百公尺左右 那我们的气候是 年平均二十四大度 这个余量也蛮充沛 所以我们很适合的农作 好 刚刚有介绍好 这个我们的 后里的农业特色 都在我们这个 左后方 这个我们那个区块 我们都有布置 我们比较有名的 这是因为后里的气候 适合求根发挥的 这种种植 所以我们的百合跟建兰 这是我们台湾第一 那火鹤跟马铃薯 是我们台中市的第一 那高这里也是蛮有名的 好 这是其他品种 那我们的隧道是以轮座方式 因为要种植求根发挥 所以一定要种植水档 有水做的东西 才可以把土壤改良 那我们后里每年都会利用回归金 来办理这个蔬果节 发挥节 或者马铃薯的整个 这个产力文化活动 那后里的公安旅游经典 真的特色很多 后里麻藏 这个是我们室友的土地 这也是全台湾唯一 一个公办民营的 公办公营的马场 那也是我们2018 跟2020 台湾灯会 的主动区的场地 那封天马道是旧山县的 这个在利用 它沿线会经过9号隧道 到花兰钢桥 那到枫园 所以沿途枫佳 那我们还有 就是有一个 然后用苍洲干排入 Masia 最大兽灯 是 每年两岸三岸 就是 在梅兵 那我们日本潜给我 救火車站 都是一個很好欣賞的遊玩的地方 中色觀光花市是成立民國83年 這是由花籠轉型進行的觀光花園 講到中色觀光花市 我一定要提到我們的農業局 我們蔡靖強 蔡局長 這個是他當時在農林廳的時候 來後裏輔導成立 所以這個中色觀光花市 在我們真的也建立相當大的知名度 因為他都是以花會為主 所以是我們一個很絕佳的觀賞打卡的景點 那越美觀光堂場是我們台灣最北端的堂場 現在也是轉型觀光堂場 那綠寶樂園是我們台灣最大的這個遊樂園 他佔地有200公頃 那他有水路商樂園五星級的休閒度假村 綠寶樂園現在第二級也即將開放 那還有我們國際賽車 還有摩天輪的天空之夢 這是我們有玩可住可吃的地方 那地方建設的部分 我們真的要感謝市府跟我們楊副市長在立委期間 這針對我們後裏許多的這個交通瓶頸 像成功路的南端延伸到藍村路 在山光路北端延伸到腳鴻路 還有眉山路延伸到三線路 這是就後裏國中西側 這三條道路 都是在胡志蔣市長 那個時候來規劃 那在經過透過預算來打通的 那也要更感謝我們市府來 為了2018這個世界發佈 來造就了兩條 我們後裏最主要的連外道路 就是從中科園區連外道路 就是到楓原 那我們南向大路到神崗 後神路 感謝這個市府的協助 那在2018發佈期間 為了配合我們這個地方這個小路 所以我們也有錄品作案 改善路面 大山路跟美女路 都在發佈園區的旁邊 也是主動區的旁邊 我們的未來展望 我們是建議 我們後裏區聯合行政中心的新建計畫 那目前因為這個跟大甲分局 有一點這個意見不一 所以這個部分我都不再解釋 因為我們這個把會有這個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真的後裏區公所 現在跟其他的行政單位 真的所有建物都很老舊 這是衛生所 那因為都已經連實在久遠地方又小 所以造成我們後裏行政區域 這個敲工民眾都很不方便 而且我們後裏有中科進入 所以以後後裏的都市發展會不一樣 所以感謝我們的黃秘書長 之前的召開會議 有針對我們這個行政區塊的規劃 還是以舊市區來規劃 因為我們這個地點 它是在公所的西側 那一塊土地就是原本的機關用地 就是原本的機關用地 那它要施作在地幕上都符合規定 所以它也是最快 來改善我們新城 那個聯合行政中心的一個地點 這本來是另外一個我們想說 這個大腳分局有一點意見 他們的獨特性 想說另外找一塊地給他們 不過這個是現況 那那個我們所有資料請參與 我們的決議是說 因為後裏區公所真的是太老舊 行政區域太舊了 甚至我們的有里長也有建立 所以我們後裏行政中心的 這個改建的必要性 所以我們覺得 全台唯一的辦公廳社 在中央就是總統府 那我們在市集的部分是台中週廳 在鄉鎮區 就是僅剩下後裏區公所的狀藝場 這個以上簡報完畢 謝謝 市長可以掌握指教 謝謝 請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 及副秘書長們 一架至前方座位就座 謝謝 各位同仁 我們剛才透過兩個專案報告 那了解 第一個 了解這個花博 對不對 台灣燈會籌備的情形 那因為這個 我們爭取到台灣燈會 在台中了 至少舉行 包括局處級 以及副級的 至少舉行超過100次的會議 那今天是第一次 今天是第一次 把它全面揭露 大家可以了解 那2020台灣燈會 尤其在後裏地區 到時候怎麼辦 所以大家今天是先睹為快 那我感謝 我感謝 我們所有的各局處 還有各區公所 大家的辛苦籌備 那第二個 這次跟花博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 增設了一個 後裏當主人 的一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裡面呢 用在地人 我們假如說有 以公代政的部分 盡量用 在地人 在地人 來服務我們的遊客 那所以我們有 以公代政 第二個呢 我們也鼓勵遊客 到後裏 各個地方來 來 吃麵 買麵 看麵 大家看表演 頂頂的 所以我們會鼓勵他們 遊客你到在地來 飲食等等 那我們會把這些資訊整理出來 那我們會給他摸彩券 最多 可以得到一部汽車 那我們就是鼓勵 要把這個經濟 拉進後裏 不要說跟他去 等會看看人就走 那我們會改革 花博上次的一些問題 那所以我們要 第一個 用在地人 以公代政 第二個呢 我們會鼓勵遊客 進到後裏 各個區域 所以我們也拜託 各個裏 要佈置一些打卡景點 每個裏都要有 我們就希望 我們的這些 這個遊客們 到後裏 18個裏 每個地方都能夠去看 所以有很多的鼓勵的措施等等 那我想這個 感謝這個賴區長 帶領區公所 還有我們的里長團隊 非常的辛苦在籌備 非常感謝 那另外第二個專案報告 我們檢視 後裏區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 施政的情形 以及未來的展望跟需求 那我在這裡 因為今年已經是12月2時間了 我先說報告今年 我們在後裏地區的建設跟經費的大概狀況 很確定的 我們今年在後裏地區 108年 國中小學 環境教育改善 發了各個學校 達到地底1億3千萬 這個是確定的 那有的已經在做了 有的是即將要來施作 另外現在正在做的包括 舊後裏國中的校舍 舊後裏國中的校舍 當該補強 改善 要作為長青學院 以及後裏親子館 現在正在做 明年會來揭幕使用 另外我們確定的是 有關於這個 後裏累球場改善工程 一千五百萬 這個是確定的 另外還有我們有關於 易德里關心的 中科智鴻池 那他這個易德里 這個有點有淹水問題 這個估計要 六千三百四十萬 那目前我們在申請 一百零九年 明年中央前章二期的經費補助 不過 如果中央沒有給我們補助 台中市政府自己做 這樣好不好 這個也是確定的跟大家報告 另外還有一個是 駿寮路 結灣取值的工程是 一千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元 這個也確定 這也確定 那當然 現在正在規劃的是 後裏區公所 那因為過去我接地面的時候 那原來的界尾是說 要把後裏區公所 是沒辦法發佈用地 但是我知道 我們在地的民眾都很反對 很興奮 這樣有市區 我們的市區 裡面可能 大家洽工想到很方便 所以目前朝向 就是在市區裡面 那來找地方來做 那現在我們黃秘書長 在帶領團隊 在規劃當中 所以這幾個事情 跟大家報告 這是建設面的 在社會福利面的部分 跟我們其他的施政面 我們在今年七月份 已經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所以我要請教在座的立場 那我們七月份這個實施以來 那我們這個區內應該 如果按照全市的平均 應該有七千八千的老人 不用再保護了 每個月都不用 還是他本來叫他 他怕你也不用 他怕你也不用 那這一部分 到現在為止 我們區內的長輩 或他的家庭 是不是很清楚 還有人在重複繳納的 拜託各位里長 也能夠稍微了解一下 是不是 因為如果接到黃燈 我記得是黃燈 如果接到那個燈的老人 都不用 所以有的是 他怕你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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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他怕你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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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監護代表 所以我們就拜託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還有 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兩年一半的地價稅調降 我們台中期的地價稅是兩年 變高一次 兩年一半要決定要去 那我們上個禮拜 兩年時間到了 一百零九年的地價稅 批憶會已經召開 那我們已經決定大幅調降地價稅 全台中市 調多少呢 大概大概 前前年 四年前開始起起來 大起 我們幾乎全部調回去 幾乎全部吐回去 幾乎全部調回去了 所以明年地價稅11月份 會開徵地價稅 一百零九年地價稅 到時候大家會接到單子 那上面大家就可以知道 減多少 會減長 那所以這個 一百零九年地價稅的調降 這個也已經確定 那以上是有關於 我們花博 我們的燈會籌辦的情形 以及我們厚禮地區 這一兩年的建設 以及施政 以及相關的措施 並跟大家報告 但是我們單會 會 就是開放時間 讓我們的定型民 代表和屬性 來參與會議 會有給各位報告 或者是提案 或者是建議的時間 我們單會會 除了這些以外 會保留這個時間給大家 謝謝 好 我們下一個議程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機關 民政局 案由 簡承修正台中市公立 殯葬設施 使用收費標準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一份 盡情審議 請民政局說明 市長 副市長 民主長 副民主長 各位民意代表 服務處 各位里長 各位首長 民政局局長 吳士偉報告 那我們這次收費標準 其實沒有 在這個實質的內容 並沒有做實際上的調整 我們還是一樣 維持原來的收費 只是對文字上 配合冰障管理條例 做修正 那我們過去的一切優惠 都還是維持 比方說我們市民火化 就不用收錢 那其他的部分 我們照原來的這個 這個收費標準 還便宜三分之一 這些都沒有改變 以上 好 謝謝 請問有沒有要表示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本案通過以後 以請法治局辦理發佈 各位同仁 連民主長的案子 就不用再稱呼了 節省時間 就直接介紹你是哪個局處 然後直接報告就行了 謝謝 第二案 提案機關 都市發展局 案由 簡承修正 台中市都市更新 及都市發展介紹 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 修正過一次 那這次因應 台中市政府 來發布台中市鼓勵移居建築設施設置 及回饋辦法的規定 所以我們增定了 這個都發基金管理辦法的基金收入 跟用途的相關規定 那修正了兩條 那以上報告 謝謝 請問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本案通過以後 以請法治局辦理發佈 電賦案 案號 電名01 提案機關 民政局 案由 內政部108年度 補助本府辦理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及公有危險建築補牆重建 有關地方政府辦公廳社 村里集會所 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 南屯區田新公園管理室 理活動中心耐震補牆計畫 其中中央補助款200萬元 本府配合款380萬元 合計580萬元整 你請同意辦理先行電賦 盡情審議 請民政局說明 民政局長吳思偉第二次報告 這個案子是南屯的田新公園 他因為評估的結果 這個需要做結構的補牆 所以總計金會要580萬 那向中央申請了200萬 那我們本府的部分要負擔380萬 那因為民政局已經沒有適當的經費了 所以就 你請說我們在明年的追加預算 法定程序完成了以後 那再請南屯公所張無轉證 以上報告 請問各位同仁美檢 如果謬話本案通過以後 送請台中市議會審議 接下來 案號電設01 提案機關受惠局 案由衛生福利部109年度補助本局處辦理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能夠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值達安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其中中央補助款180萬元 比例80% 本府配額款45萬元 比例20% 以編列109年度本預算 及108年度公彩 以辦理專案保留 合計225萬元整 前述中央補助款180萬元 你請同意辦理先行電付 盡情審議 請社會局說明 市長 各位前輩 我們很感謝教育局大力的幫忙 在這個大安區的大安國小 有這個小公托 那這個小公托 它還沒有 我們沒有納入109年的預算 請準語先行電付 然後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完成法定程序之後 再做這個帳戶的這個轉證 盡其支持 謝謝 請問各位同仁們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本案通過以後 送請台中市議會審議 接下來 案號電金01 提案機關經濟發展局 案由經濟部能源局 全額補助本府辦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 與查核業務 經費計新台幣636萬8千元整 你請同意辦理先行電付 進行審議 請金發局說明 金發局張鳳元報告 那這一筆錢主要來認證 我們台中市再生能源發電的這個設備的認定 還有查核的業務 那為什麼有這個業務呢 是因為經濟部的能源局把這個認證的業務下售到地方政府來執行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個業務 那提請電付 謝謝 請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本案通過以後 送請台中市議會審議 接著 案號電金02 提案機關經濟發展局 按由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局辦理109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 其中中央補助款1242萬元比例69% 本府配額款558萬元比例31% 以由相關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合計1800萬元整 前述中央補助款1242萬元 你請同意辦理先行電付 盡情審議 請經發局說明 經發局第二次報告 那這個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的這個計畫 主要是讓我們在居家的這個水表 大概是2公分的一個管徑 接到外面3到5米的這個外管 那外管大概是20公分的一個管徑 那我們這個計畫1800萬元 可以讓我們台中市 約一千五百戶 還有兩千戶的這樣的一個數目 能受到這個補助的計畫以上 那一千兩百四十二萬這筆錢 我們提醒同意電付 好 請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本案通過以後 送請台中市議會審議 接下來 按號電環01 停案機關環境保護局 按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理 老舊垃圾車太舊換新申請計畫 總經費新台幣627萬6千元整 您請同意辦理先行電付 進行審議 請環保局說明 環保局長吳志超說明 本案的話全部都是資本門的一個補助 沒有市府的配合款 主要是要購買這個六立方 跟八立方的兩部的一個電動壓縮垃圾車 我想這個對於我們的一個太舊換新 會有相當有幫助的 可以提升我們整體的一個行車級 工作安全以及提高對市民的一個服務品質 那恭喜議會同意 謝謝 請問大家有意見嗎 沒有意見我們送市議會的心意 臨時提案 第一案 提案機關文化局 按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8年度補助本府辦理 台中市定古蹟 彈子農會 股倉 修復計 再利用工程 含監造及工作報告書案 所需費用共計新台幣一億三千一百五十萬元 補助款七千萬元 配合款六千一百五十萬元 本案細採一次發包分年編列預算辦理 一百零九年度 所需預算一千兩百二十萬元整 補助款六百一十萬元 配合款六百一十萬元 您請同意辦理先行電付 進行審議 請文化局說明 文化局長張大孫報告 這個經費是我們向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補助 補助款是七千萬 配合款是六千一百五十萬 彈子農會自己負擔八百五十萬 這個案子我們會一次發包分成三年編列 那明年一百零九年編列一千二百二十萬 那在一百一十年跟一百一十一 包括中央的補助款 我們會各編列五千九百六十五萬 那這個主要是我們希望修復彈子農會的股倉 這個股倉剛好在我們彈子站的旁邊 那我們希望修復完以後 也能夠結合我們農業局還有彈子農會 把這個地方打造成一個觀光跟農業休閒的一個點 那這個部分對於未來我們捷運綠線完成以後 推展到這個我們的火車的旅遊 一直從我們的這個太原 彈子 還有豐原 請進來跟我們的後裏 跟泰安 都可以吸引很多的遊客到我們這個鐵路沿線 台中市的這個鐵路沿線來做旅遊 所以請我們這個以上報告請各位長官支持 請問大家有意見嗎 不然同歸到送台中市議會審議 臨時提案第二案 提案機關文化局 按由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年度補助本局所屬台中市文化資產處 辦理歷史建築清泉崗聖結教會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其中中央補助款78萬元 比例60% 需修正編列預算科目 你辦理預算追加減 行政之預算科目 你請同意辦理先行電付 進行審議 請文化局說明 文化局第二次報告 這個部分 這個經費也是我們向文化局 文化部的文資局申請 那原來在我們109年度的預算已經有編列 但是因為中央來的這個科目 這個有一點誤差 這個經費應該是編在我們的經常門的一般事務費 所以我們這只是一個調整經費的一個科目 那請各位長官支持 謝謝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本案通過以後 送請台中市議會審議 臨時動議 好 那各位議會人員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是臨時動議 那我們現在已經是11點鐘 那我們預計進行到11點20分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行程 那這段時間各個局處 包括我們今天新邀請進來的地方民意代表服務處 或者是地方重要的士生 或者是里長 都可以提案 那我感謝這個後裏區公所 已經有心去蒐集部分 已經有一些里長已經有提案了 那我先請工作人員宣讀 那先請工作人員宣讀完以後 先就今天有提進來的 先請因為今天是29局處長 通通在場 那先請他們 可以解決的先解決先答案 那不可以解決的等級研究 再來給大家報告 然後呢 我們先把這一輪輪完以後 如果還有在提案以外 還要再動議的再請大家提出 那我們現在請工作人員來宣讀里長們的提案 第一案提案單位 梅山里攀錦至里長 按由梅山里甲後路二段 五百七十九號至七百一十五號道路 擴寬工程經費案 請頒里長說明 不用你直接把他宣讀完就寫 第二案 已經用書面提出來了 第二案 提案單位 梅山里攀錦至里長 按由梅山里立保賽車噪音案 第三案 提案單位 敦北里李雨亭里長 按由 敦北里急需工員工老人運動 第四案 第四案 提案單位 敦東里富裕亭里長 按由 請市府開闢打通福音路到成功路十二米道路 第五案 提案單位 易德里 謝榮慶里長 按由 規劃後里區行政中心大樓 第六案 提案單位 任里里 中基民里長 按由 後里區 任里里 郡寮路 劫灣取值案 第七案 提案單位 舊社里 林永勝里長 按由 高速公路 增設天橋 最後一案 提案單位 公管里 馮永淮里長 按由 有關後里區幼兒園公館分班招聖方式 應以當地在地理智幼兒優先順序招聖 三分 以上 好 我們一共有八個案子 備案 那我們是不是請各個局處首長 如果說你可以答覆 可以確定的 那就麻煩現在答覆 爭取效率 不用大家這樣來去去 如果說今天沒有辦法了解跟答覆的 麻煩回去研究 再來回報這個提案的這個里長們 謝謝 好 建設局陳永新副局長 市長 那建設局陳永新報告 有關第一案 梅山里 潘里長 建議後里路 兩段 579號跟715號前面道路拓寬這一塊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有去評估 那大概也有跟里長這邊做一個協調 那這部分最主要是考量現場有一些佔用戶 那所以基於交通的安全需要 那我們先做道路的側溝跟這個道路路面的一個改善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已經評估 原則上大概明年就可以來做執行 那再來可行的方案是案號6 那仁里里長 中理長提到的這個駿寮路第一公墓前 這個道路結完取值這案 那這個案子目前已經有編列經費 那我們在後天也會跟公所這邊 來做針對整個路線的這個部分 再做一個確認 再做一個確認 那確認之後我們就進入西部設計 那明年大概可以辦理這個用地取得 那這經費都已經有編列 包括明年的規劃設計費已經有編 那那個後年也會逐遍來編這個工程經費 那接續的道路開闢之後 旁邊第一公墓的一個綠美化也會配合 這個後面道路開闢之後 也會一併來研議來做綠美化 那另外在這個第七案的部分 就這裡林里長建議在高速公路增設天橋 這目前是有一座天橋 那只是說這個可能道路寬度比較狹窄 那這個我們有跟里長約二十七號現場辦一個會刊 來做一個確認 那怎麼做一個改善 那另外這個在這個編號四第四案 敦東里這個副里長建議打通這個十二米道路這塊 那最主要這塊道路評估的經費 大概需要兩億多 那最主要還是在用地費的一個取得 那以及第三第三案 敦北里里里長建議這個公山 那公山本身這塊面積大概一家 1.1公頃 那這個經費幾乎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私人的土地 所以這個用地費跟這個費用 大概就要將近八億 那這一塊我們會持續評估來做辦理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這個建設局 這台大部都是建設局的案 那謝謝建設局的這個副局長剛才進行說明 那另外接下來還有哪個局處 環保局吳局長 市長還有各位所長還有我們各位里長 在這邊我想梅山里潘里長這邊反映的 有關於梅山里的立保賽車在外案內有兩個說明 那第一個就是為何同社區的噪音點等級不同 那根據我們的了解在立保的周圍大概有龍門社區 跟月梅兩個社區 這兩個社區在我們噪音管制區的劃定裡面 都是在第二類的噪音管制區 所以是同一類的 那第二類噪音管制區是怎麼一回事呢 它是公住宅使用為主且需要安寧的地區 那包括了文教區、學校用地、行政區跟農業區為主 那第二個說明是噪音等級如何來去劃分 那我們的說明是我們總共劃為四類的噪音管制區 那剛剛有提到的這個社區這邊都是在第二類的噪音管制區 之外我們有第一類的噪音管制區 這是環境急需要安寧的地區 這包括了風景區、保護區等等 那第二類管制區就剛剛有提到的 主要是以住宅使用為主 那第三類的噪音管制區是以住宅使用為主 但是它有混合到商業或工業的使用的時候 但是需要維護其住宅安寧的地區 比如說我們的一般的商業區或漁業區等 還有第四類的噪音管制區 主要是工業或者是交通使用為主 且需要防止噪音來影響附近的住宅安寧的區域 大部分來講就是指我們的工業區或跟交通用地 那這一些這四類管制區的劃定的話 最主要我們會會商相關的機關 然後來公開展覽一個月 來徵求一個修正的意見 那有修正意見的話 我們會再來展期屆滿之後來檢討 然後來公告 那每兩年我們會公告修訂一次 那這些的劃分主要是根據我們的都市計畫 或者是區域計畫 以及上面的一個土地使用的現況 來進行加以劃定 以上報告 還有沒有 這個民政局吳局長 市長民政局局長吳市委報告 那個有關於第五案 易德里里長謝里長提出來的案子 後里行政中心 我想剛剛市長還有我們後里區長都做一個報告了 那目前我們還正在府內做一個規劃當中 以上 好 接下來我們教育局楊局長 大家好 針對第八案 特別謝謝馮理長所提出來的 那我跟大家報告 那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目前 市政府在向太安國小還有運媒國小 都來增設幼兒園 那太安國小呢 距離我們公館分班大概騎機車兩分鐘 那我們這個部分 會繼續看是不是呢 讓太安國小他的容量 能夠再增加 還有其他幼兒園的這個部分 來讓我們的鄉親 他能夠更就近的來入學 我想做以上的報告 謝謝 最後一個案子 我是不是拜託我們的這個 楊局長討論看看 因為我們台中期 我們這個新市政團隊上來以後 有一個公佑公托親子館倍增計畫 就是都要加倍就對了 那譬如說像我們的公佑我們要再增加180班 那像我們親子館在我九年以前 台中期的親子館一共是四個 那我們上任以來 我們要做到倍增 至少要做到八個九個以上 那跟大家報告 目前很多有些進度都超前 以親子館來講的話 我們今年就已經做了開工的四個 那所以我相信 有的東西可能不只是倍增 還可以達到兩倍增等等 那因為做這個公佑公托 或者是這個親子館這些計畫的時候呢 那因為是用全台中市的預算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為止呢 幾乎都是你沒有辦法說在地優先 因為這些包括老蘇的錢啦 建設啦各方面幾乎都是 所以就比較沒有辦法說 因為這是全市的預算 就是說一定是哪些地方可以優先一點 不過不過我們可不可以研究看看 如果在籌設這些公共設施 公佑公托親子館等等公共設施 甚至學校 我覺得啦 如果是地方的鄉親 在地鄉親 他捐輸很多 譬如說土地一齊的房子 一齊的 想說老師弄一下 我不曉得啦 也許是不是他在提播的比例上 應該要有一些優先的保障 那這樣的話 一方面在地人捐獻贊 贊助 那當然他是希望能夠服務在地 幫助在地 第二個我們也鼓勵 鼓勵大家做好事 那來做這個公共服務 所以也許也許 當然我知道過去幾十年 都是以開放為原則 沒有特別保障當地 但是我們要不要去研究看看 如果說有在地人 他提供一定的資源 進來協助的話 我相信他們的心願 除非他說 我是要對轉接 那否則他如果說 我要幫助在地的話 那是不是這種情形 可以例外 麻煩你們研究一下 好不好 那這個是可以討論的事情 謝謝 好 那剛才我們這八個案子 已經有這個宣讀過了 那同時各個局處 也做了一些說明 那我不曉得 接下來我們還有五分鐘時間 因為大家放心 各局處首長可能都要回去 有他的公務 我今天通通會留在後裏 中午下午都會留在後裏 我們還有很多的時間可以討論 當然也不是只有今天 隨時都可以大家互相溝通 互相討論 不過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還有沒有各個局處 或是里長 或是今天參加會議的 我們議員服出的同仁 有沒有要再發表意見的 或是建議 好 謝謝 謝謝 里長謝謝 來 你們拜託你報你的單位 這樣我們 因為這是正式會議會有議事記錄 議事人員 以他發記錄 謝謝 各位局處組長 我是梅山里里長潘景志 是 剛才提的第二個案子 第一個案子是 假後路那個扣寬 有挨戴民宅 還有佔用地 那個不予扣寬 第二案子是立保賽車場 這個 剛才局長有回答 那個住宅區 是在同一個住宅區 就有分第二級第三級了 在安眉路上 原來就是有我們里民居住的地方 為什麼會給他們化為第三級 這是里民不服的地方 現在讓他們 擾了連那個 學校 社區 連那個教育 那個校長 也常常打電話報案 主任 老師和家長 都一統很分開 那個陳情書 我也有拿兩次給市長 到目前還沒有真正的解決 我希望 能請環保局 能多加督促他 讓他改進 沒有 真的我們是住在那邊 真的受不了他 現在那個 嬰兒 嬰兒一帶回來 又被那個賽車場 炒一炒 那嬰兒也帶走了 那個學生上課 也被那個賽車場炒了 上班制的要休息 也沒有辦法休息 出去開車又有危險 和公安 老人在家裡 要休養 也沒有辦法休養 真的 我們那邊的家 已經不像個家了 我們人生 活在這個市場 最重要還是那個家 家裡不穩定的話 什麼都不用講了 我現在請市長能幫幫忙 還有 還有一點就是說 能不能請環保局 有關他們各局的空灶 重機科 我們能來商討一下 能來這邊開會 我有好幾個問題 我想釐清一下 可不可以請市長幫幫忙 好 謝謝 謝謝 潘理長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有關利保噪音的 麻煩環保局 加強稽查 加強取締 厚禮地區 一定要維持一個好處 所以這段時間以來 對於厚禮的污染源 每一個都被我罰過 中籠啊 什麼 還有那個叫什麼 頭籠被我罰過 那就是 所以大家單位出去看看 空氣有沒有變好一點 噪音當然也要解決 那我們有好事 所以 基本上 就是 加強稽查 加強取締 第二個 剛才 潘理長公 希望能夠有一個 環保專門的一個會議 那局長也說 OK 再麻煩你們 雙方去進行 謝謝 接下來 我們這個 王朝坤議員的辦公室的秘書 林秘書 謝謝 我是王朝坤的秘書 這邊 再向師傅來做一個表達 是我們市議員 長期在市議會執行的部分 厚禮是屬於農業區 我們常常在修護跟養護的部分 這個同義書的認定 包括透寬的一個認定 到現在沒有辦法做擬清 我們之前的一個質詢 我們議員特別交代秘書 拜託市長在這個部分 養護跟修護的道路 是不需要取得同義書 直接修飾 原有的道路 它已經破損不堪了 我想上次的一個質詢 我也不知道建設局 對於這個認定 到底為何 因為你拓寬 取得同義書 那無可厚非 可是你原有的道路的修護跟養護 已經破損不堪了 農民有時候 農忙的時候 他是打個刺腳 到處已經 現在所有的農業區的一個 農業的使用的一個道路 都已經破損不堪 我是希望 市府針對這個部分 提出一個明確 這個一個辨別 不要說修護養護 還要取得同義書 為什麼說同義書的部分 因為林路的同義書 有可能他的一個遺產的人數眾多 甚至要蓋30個印章也不一定 所以要取得那個30 有的甚至已經在國外 那你說蓋不到印章 那怎麼去修護跟養護 原有的道路 我是希望市府 能夠從寬認定 不許取得道路 不許取得同義書 同義 直接養護跟修護 這是我個人 代表市議員來發 第二點 針對就是說 我是豐原人 我在這邊當了秘書 將近一年的時間 我認為鐵路已經高價了 可是 那個美輪美鳳的一個鐵路局 它外面的這個部分 現在是 我講了一點 我從火車站 如果是國外的旅客 只要下了後禮火車站 我就認為是 我不認為這裡是一個 有一個後科的存在的一個地點 它是一個貧民窟 你只要從鐵路局出來 我為了這個事情 會堪了兩次 結果我們的建設局 因為不是零路 我也提供了一些 整治 只要花了二十費 整個一個整體美觀的一個改造 把所有後禮的人文景觀特色 直接 直接 展覽在 我們今天所有 搭鐵路來的 所有的旅客 台灣全省的旅客 可以看到 這個後禮的人文景觀特色 包括它整個牆面 你可以做薩克斯風文化 包括大張樹的一個文化 包括我們後禮的一個古蹟 整個一個牆面都可以做起來 可是你只要 我是希望市長 如果今天你在這裡的話 你從那個鐵路局出來看一下 你會認為這裡有一個後科嗎 還有一個 上市上櫃在地企業將近八家 既然你看不出來 從後禮的鐵路火車站走出來 你會認為是貧民窟 這是我個人感覺 那個鐵路局也因應提供 那個前面的牆面土地 給我們台中市政府去做一個整治美觀 我是希望這個花一點小錢 將帶地的一些文化 讓它發光發熱 尤其是我們的花卉百合 就整理那個花卉的一個整體美觀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也祝福大家 謝謝 聖誕快樂 好 兩個問題 這個林秘書一個提到道路修復 那是否需要取得這個同意書 麻煩這個建設局 那直接回覆 那另外有關後禮火車站附近的綠美化 也麻煩建設局 那了解一下 好不好 謝謝 對不起 因為我們盡量把留時間給 因為有的你就直接回覆就好了 因為我怕後面好幾個里長舉手 耽誤大家時間 謝謝 因為會議快結束了 好 謝謝 來 謝謝市長 各位長官 我提到案6的那個理理理長 感謝市政府編制明年要做的這個經費 那我問一下說 他明年大概什麼時候可以進場 然後進場的時間大概多久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他那個門已經穿了 不過那個轉彎處 現在有大體格 可是轉彎處還是很危險 是不是說 這個時間跟每年 假設八月要做 這段時間可以把轉彎處先抓緊 是不是先做初步的施工這樣 這樣 回來比較不會去尋規 大概只有這樣 謝謝 就是總理長 你剛才所提的那個 節灣取值的案對不對 對 這個已經剛才有報告說 編了一千多萬要做 大概什麼時間進場 沒關係 待會一塊答覆 一塊一塊答覆 來 那個 還有哪位里長 來 這段先 好這段先 謝謝 謝謝 敦北里里里長李雨婷報告 那個 就是都嚴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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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已經從 民國 那個四十四年到現在了 那個 那個 公園都 放在那裡 那也不行 那個 鄉親也會 那不行 就是 我是希望 他全部有 三千四百七十九坪 我們可以做一半 也可以 就是一千四 七百四十坪 或是三分之一 一千一百六十坪 也是可以 有就好了 敦北里 真的 沒有公園不行 那樓那大家 要跑那麼遠 對不對 拜託 謝謝 好還有沒有 好來 謝謝 來 來 市長 廣物理理長 郭敏舟 第一次發言 我要請市長 解決一個 我們偏鄉地域 一定要解決問題 就是你們流浪狗 為什麼說是你們流浪狗 因為我們的 動物流浪之家 他每次叫我們簽解的時候 那個簽單上面都有一句話 你要不要原地著處 什麼叫原地著處 就是他把狗 拿回去結紮以後 再放到原地來 那放回來的狗 反而更恐怖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讓你嚇到了 他會攻擊人了 那我們的鄉親 我們後裏 管護裏是最大 你們什麼活動都來辦 但是不斷的出狀況 前兩天 又有人讓流浪狗追倒了 這個動物流浪之家 這兩天有記錄 你們都把狗放到我的尊子來 然後給我說要原地著處 我怎麼辦 這個已經是長時間 是我們後裏所有的里長的痛 這樣里長有在嗎 等一下你再幫我表達一下 我們這兩個 你在最片槍 最山上 結果你們呢 你們流浪狗都把我放到那邊來 你叫我們到哪邊 怎麼說我 晚上會給狗追 白天會給狗追 到底是我那個是人的村莊還是狗的村莊 我不懂 我不懂 為什麼你們活動都還要辦 但是你們流浪狗都沒辦法處理 那鄉親受傷了 游客受傷 找里長 我很難得這麼想這件事 那我們每次去護衛都講了 就是沒辦法解決 我希望市長媽媽 幫我們這些比較辛苦的農民 比較辛苦的鄉親 寫這個問題 謝謝 好 待會一併答覆 來 後邊 市長 好 謝謝 各位長官 我是獲利區台灣里的里長江慶然 但是我建議案有四項 但我正在講 要很長 把羅斯建議案的事 拿給市長看就好了 好 處理一下 好 那我就繼續報告 我是公管理 楓洋華里長 非常感謝 市長對這個空屋的重視 在這裡 我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 這個我們公管理跟 是屬於農業區 但是為了這個 這個稻草的問題 我們不是建了一個 立能花店 然後去年好像 去年就有說這個稻草嗎 然後今年 今年就沒有再說這個稻草 然後榮民都一直打電話問我說 稻草能不能燒 我是跟他建議說不能燒 但是我們 我們四五歲有發那個 好像是台積電 他有 有供應那個什麼 什麼虎蝕稻草這個 那個菌嘛 結果那個東西 沒有 沒有實際上 到每一個 農友的身上 一到農友要申請的時候 都已經說 那個東西都已經發完了 但是問題 有拿到的人 拿到很多 沒拿到就是沒拿到 因為那個東西沒有落實 到每一個農民的身上 然後變成說 有一些 譬如說有一些 央苗廠 他是一定要收走 他沒辦法 用那些腐蝕的菌去 去做腐蝕 但是有收走的話 是沒問題 但是沒收走 民眾一直打電話問我說 可以不可以燒 後來我跟他說什麼 可以了 你殺得燒得少 不然就 沒辦法解決嘛 所以說 希望市長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既然我們已經 花了那麼多錢 就應該 有實質上的去 發揮這個功能出來 以上報告 謝謝 還有沒有 好 最後一位 然後我們就趕快把他答覆 謝謝 後裏里長 楊主持平第一次發言 大家好 在這裡 想要建議我們市府 因為本裡 橫化商業區 工業區 還有住宅區 可是我們因為裡面有 都市計畫道路 都沒有開闢 可是現在 我們的觀光 還有我們的工業 為後裏帶來了很多商機 包括人潮 可是我們的 我們的停車 是現在我們後裏 可能必須要去解決的問題 在這裡我建議 我說我們本裡 工二九 工十 工十一 是不是市府相關局處 能夠協助 讓他 因為他沒有解編的同時 他現在也是放會在那邊 如果現在能夠提供為 那個停車場 來解決我們後裏 現在 帶許多的人潮與觀光 能夠解決 不然的話 現在我們 我們 現在我們 在地有許多的建案 建案他們所推出的 一些 可能出租 他們現在我們每一個巷道都是三名 它 同時裡面如果 如果停放兩部車子已經影響到出路了 這個是現在很明顯的 城鄉差距的 一些基礎建設 希望我們市府能夠重視這一點 因為我們都 都 整個都走過五十年 都沒有開屁了 工廠區 每一個二十丘 四十丘 會出去很難出去 所以說 我們現在 工廠 帶來的一些 這個 工廠 有機會 可是我們 真的 工廠在在地 他們的車子的出路 都是很不便的 我們 住宅區這邊 住地區就是 受到說 我們現在外來的工作 工作 勞力 他們的進入 包括 我們 這邊我可能要特別 請那個都發局 我們那個 套房的出租 他們有沒有繳傾斜費 他們 一棟 做五、六、十斤 本是 互賣 每一個特房 他們沒有帶車位 車到互賣 停放在我們的社區 真的是 潛入了他們口袋 垃圾落在我社區 這個我是覺得 是我想要 對這個來 來處理 來關心 這以上是 我個人的提案 謝謝 謝謝楊理長 來 我們最後一 好 楊理長後面 最後一位 我們的 馮理長 不是 不好意思 看不 市長 各位長官 大家好 我是 艾美里里長 吳行春 我就是 建議說 我們艾美里 阿梅路 阿梅路 刨除重鋪 只做一半 從那個 艾美北路 一直到公館的 交際 這一段的阿梅路 現在都還沒有 刨除重鋪 所以有一些坑洞 有一些這個 不平的地方 所以希望說 能夠趕快 將阿梅路 艾美的轄區裡面 全部 能夠把它 跑出重鋪 完成 謝謝 好 來 各位理長 來 我們接下來 請各個局處 在最後一輪 那這個答覆完 我們就結束過一 沒有關係 如果要說 要再 咕咕等等 隨時可以再談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可以答覆的先答覆 那不行的話就 入案回去 然後再 答覆各位理長 謝謝 好 農業局 蔡局長 好 謝謝 剛剛兩位理長 所提出來 跟農業局有關 一個流浪狗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流浪狗現在的處理 就是以 當地捕捉 那個 結紮以後 再放回原地 因為我們的收容手 真的空間是 沒有辦法收容 因為兩個收容手 大概只能收容一千隻 那 台東市流浪狗是太多了 沒有辦法收容 而且現在不能安樂死 所以 空間實在是無法容 所以不得不 採取 捕捉 結紮 再放回原地 但是原則上 不會把外地的狗 放在 某一個地方去 是原地 用這種原則在處理 我想跟理長報告 如果有把 別的地方流浪狗 放到你那邊 我們會來了解 會來查處 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再來 了解 另外 稻田的分解禁的問題 就是 農委會所提供的 他一分第四 二十公斤 分解禁 他是免費的 如果 有花放 沒有拿到 這部分 我們跟農會這邊 來了解 看怎麼樣來協助 來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他是免費 花放的 讓稻草 不必粉燒 拿到 這種分解禁 去幫稻草 快速分解 這樣 耕種上會比較方便 我想這部分 我們再來跟農會 來了解 希望每個農民 需要的 我們都能夠來提供 這樣的分解禁 他一分第四 二十公斤 讓稻草 快速分解 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部分我們再來 了解 謝謝 還沒有首長 我們都發局 黃局長 都發局 黃文斌報告 有關於 剛才有提到 民宿 他的垃圾 停車 跟收費的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再來 私底下跟里長 來做了解 有關於 建築物的 土地使用分區 是不是符合 或是說 他有沒有公安的問題 這是我們都發局的業務 那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們會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來做一個計查 那我們會來對這個案子 做了解 那我在私底下跟里長 來做討論一下 以上 好 還有沒有 好 建設局陳友信副局長 那建設局陳友信報告 那剛剛林秘書提到道路 還有農路 農路這個要不要同意書的部分 那只要是我們建設局 有養護在案的 或公眾通行的 這都不需要同意書 那剛剛秘書提到的 應該是農路 所以農路這個可能涉及到 比較個案 那我們會 我會後再跟秘書這邊請教 他實際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 綠美化的部分 我們再要個時間線刊 了解一下 那個現場情形 那另外 這個敦北里里長 灣新的這個就是 公山這個預定地 確實這個 一甲多的這個公園用地 完全還沒有徵收 那這個費用 而且都是幾乎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私人土地 所以他的用地費 確實費用非常的龐大 所以這一塊我們就是 在我們的預算裡面 我們繼續來評估 來做辦理 那另外 這個 仁仁里中 里長官新 郡寮路打通這一塊 現在就是最主要就是 要把路線定案 路線定案 那路線定案 這個當初公所 也有一份資料 建議方案 給建設局 所以我們已經有約在 這個二十六號 會再跟公所這邊 來確定一下 這個整個的路線的建議 那定線之後 當然我們就可以辦理 這個用地的取得 所以剛剛里長提到的 是不是可以局部來先做處理 這一塊因為涉及到定線 所以是不是讓我們定線確定之後 然後逐步把用地取得 那這個錢也都有編了 所以後續的工程 只要定線之後 後續工程就可以加速來進行 那最後是那個提到這個阿梅路 從部的部分 我們找個時間到現場去 再確認一次 以上 好 還沒局處要答覆的 好 各位 我們與愧的同仁 那今天我們的會 這個開了很久 那開超市了 沒有關係 那蠻好的 因為第一次來月梅開 那我想這也是月梅的里長 包括議員 第一可能很多人是 第一次參加市政會議 因為起見會議會期 都是政府的局處首長 以上的人參加 那沒有讓民意代表參與 那這是我們第一次來地方開 而且還以民意代表系統參與 所以大家的這個提案非常的踴躍 那這個意見也很寶貴 那我們也好花出力 那最後有幾個事情再提醒一下 第一個 我們不只恢復老人健保 從今年8月開始 也追加了8.5億元 那做擴大升級 加碼0到6歲 所以托育補助方案 而且沒有排富 所以現在在說 0到6歲 國家要不去 我們台中市政會上市 所以我們通通有 那所以我要拜託各位里長 各位民意代表 請注意 你轄區內 只要有6歲以前的小朋友 沒有讀小學的 小學就到國民教育去了 沒有讀小學 小學0到6歲以前的 不同的這個 他去哪裡 我們會有不同的補助方案 你去幼稚園 我們就補助幼稚園部分的經費 你去托兒所 我們就補助托兒所相關的經費 你去保姆 就補助保姆的經費 通通有補助 甚至 如果你都沒有送 也沒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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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家裡 阿公阿嬤家 阿公阿嬤 我也幫你補助 而且不用訓練 很像阿公阿嬤在家裡 各位兩千五 所以我相信 應該還是會有很多的 我們市民朋友 不知道 我們新的市政團隊上來以後 對於0到6歲 我們小小的市民朋友 那我們有不同方案的補助方案 0到6歲通通有 那如果說有這種情形 這個里內 還是在那裡 後裏地區的市民 要再不知道這方案 哪要想要知道 很簡單 到區公所去了解就有 去區公所辦理就好了 很簡單 那這個最主要是因為我們要 鼓勵這個小子化 大家多生一點 那也鼓勵0到6歲的小朋友 還有我們有政府 有義務協助來照顧 第三個是要減輕年輕家庭的負擔 因為年輕人 薪水不夠 還要養不兒子 還要經營家庭 所以我們有提出一個 0到6歲擴大加碼 生育補助方案 那歡迎大家使用 那最後呢 有幾個 還有剛才有人跟我講 在傳給我說 有幾個事情 因為我們所有 既然來厚禮地區開 厚禮的建設各方面 我們要陽光公開透明 那我們所有市政會議 全部直播 在厚禮地區 最後總結 我們目前在執行中的工程是31案 總經費是五億五千零八百八十萬 預計執行 現在的執行有五億萬 預計馬上要開工或是要執行的有20案 經費是一億九千兩百四十五案 一共是五十一案 經費 今年跟還有就是接下來馬上要做的是七億四千三百三十三萬 那這裡面有幾個市 有幾個市 大家特別關心好幾位議員跟里長跟地方 大家對於厚禮國中 因為比較古 比較老少 那他裡面要徵修 所以厚禮國中 他的跑道 因為我們很多的學子族那邊 跑道的整修工程三百八十四萬 現在正在執行中 要把他的跑道給翻新 那另外厚禮國中 我們要興建給他一個綜合活動中心 六千萬 如果是在里來里長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那另外厚禮國小 厚禮國小 厚禮國小我們一個操場整建 預計要執行的 要做的是三百六十萬 另外還有我們的這個厚中高中 勘臺要修復 那個工程是三百萬 這個是在執行當中 還有一個厚禮 育英國小 做里長康聯案 他一個整修北棟的一個校舍頂樓 鋼板的這個計劃採購案是兩百八十七萬 這個也馬上要做 另外呢我們在這個九甲五路道路改善 是兩百四十五萬 那這個也已經在做了 是不是在做 看一下 做好了 這個已經做好了 那另外我們在光旅局有執行一個 觀音山 鳳凰山登山步道在執行中 也步道三百萬 另外我們在金發局有一個厚禮第一公有市場 A洞要這個耐震補強三百七十六萬 還有我們在這個 今年我們厚禮區公所有做游泳池的改善工程 這個是四百萬 還有包括緊急廣播增設系統一百五十七萬 這個沒有辦法一一的列舉 那總而言之 大概已經在做或做好或即將要做 目前在做要一共有五十一案 七億四千三百三十三萬 那以上跟大家做個報告 那最後呢 今天會議圓滿結束 明天是耶誕節 祝福大家耶誕快樂 還有年底嘛 這應該是我們有可能是 在這個區域最後一次的府集會議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有空大家看燈會 因為復展區已經開始了 那聖誕燈會區也開始了 那我們讓我們一起厚禮做好主人 把台灣燈會的主展區也準備好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 那說不完呢 我念面還要繼續在厚禮堅 這對我今天厚禮堂說 這樣好不好 謝謝